我请教石板明副先生怎么观察这个克拉克今天访台 我觉得这个克拉克今天访台本来是台湾的媒体报道说 有一个台美经济的对话 后来又没有了 然后有的媒体就说是因为台湾宣传的太高调了 所以对方不高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对 因为克拉克不是王金平 不会因为对方媒体说两句话 这个玻璃心就碎掉了 如果他真生气他就不会来了 跟王金平一样 那他既然来 我觉得本身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我觉得他来台湾的目的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去年的美国成立了台湾旅行法 就是确定了高官之间的互访 那么阿扎尔前不久来了 那么阿扎尔来的时候呢 是因为就是说 毕竟是特殊的防疫的一个特殊议题专访嘛 不是一个外交上的常态化的访问 那么这一次呢作为美国负责外交部门的最高人来 就是把台湾的互访变成常态化 正常化 正常化 这还是等于说他自己国内法 我成一个法律我就要执行 这件事跟台湾没关系 他们自己呢 那第二个呢 他来台湾呢 就是说现在美国整体的是和中国脱钩 要打压中国 那么他从北京把大使撤掉 那么在台湾的外交升级 就是压北京提台湾 这是他现在整个在打压中国的一个战略上的一环 这件事跟台湾也没关系 也是美国人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么第三件事呢 他来看看台湾呢 是不是一个可靠的 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 毕竟是第一次来嘛 虽然台湾呢 现在说好 我们站队绝对站在美国这个队里面 但是你是一个可靠的小弟 还是一个猪队友呢 他要自己来看一看 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呢 这个事情很多 我看台湾媒体的报道 跟我看的不一样 就是说 就好像班里面有一个A同学 总欺负一个801B同学 然后这个系同学 现在跟A同学有矛盾的 他出来主持正义了 他说你不许欺负人 A同学说 谁都不许跟B同学说话 他说我偏要跟他说 说好 偏要跟他说话 我偏要 但是说 他是出于正义感 但是并不代表 这个B同学 就是他想跟B朋友 成为好朋友 他这一肚子怒气 是奔着A同学来的 那么我不否认呢 台湾的最近这一年的外交努力 但是台湾一直在外交努力 在蔡英文的第一任的四年 他也努力很多 为什么没有成果呢 因为时空在变化嘛 因为美中的交恶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呢 他来台湾呢 挺台湾 其实是在打压中国的为主 那么在这种时候呢 他同时也要看到台湾的 就是说 台湾到底 因为这个台湾 他过去一直在国际社会上 他很多的 应该做的义务也没有做到 比如说这个美朱 美朱是什么呢 过去等于说 这个B同学呢 过去在班里面 也没有交作业 也没有大家打扫卫生 也没有参加 现在刚宣布 我明天开始打扫卫生 但是真的 现在又弄不出一个 各地的这个县市长 又反对嘛 又弄出著名投票嘛 万一这个投票 一通过的话 这美朱可能又不行了嘛 所以说呢 你首先你要变成一个 可以信任的伙伴 你要守规矩嘛 你要进入国际社会 你该负责义务 你要负责嘛 这个他要看清楚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觉得 他来是 是怎么说呢 来看清台湾 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回去考虑 不是那么 就是说我今天宣布 明天开始做卫生 明天就要凭我 谋善生 就要推荐我去长春藤 这个还差很远 所以说呢 现在我觉得 就是说台湾呢 现在呢 所以我一直在说 台湾这个机会到了 但是台湾一定要自己努力 把自己加入国际社会 要很多该做的事情 都要做出来 就是说台湾基本上 以前是国际社会的孤儿 但是这一次 终于有一个老大哥 跟平台 跟通路 跟空间 有可能在不同的 国际社会的组织里头加入 可是相对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加入的过程 你可能要付代价 你每年跟美国贸易 顺差那么大 那你可能被迫也要进口 也许你并不是那么喜欢的美猪 好 再来 你每年呢 贸易顺差这么大 那克拉克也可能说 我们的能源你也买点 然后你可能 你每年 你always希望解放军 文攻武贺你的时候 美军也去文攻武贺他 那你希望人家帮你跑腿 你要付点钱 对 就是说某种程度 台湾人自己要厘清 对 你要占某一边 占那边的好处是什么 然而除了好处之外 你要理解 你要付多少钱 多少代价 有些是钞票的代价 有些是政治的代价 但是天底下没有别人帮你跑腿 别人帮你赚钱 然后最后你什么都不要 对对就是这样 等于说这个克拉克还有一个 他在负责 他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说 中国的红色的供应链要接触出去 那么他现在来看看台湾 到底你还会不会回那边眉睨眼去 毕竟你有关系经济这么 马上来很多台商就说 我们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靠中国 那他觉得他就要好好审查你 你看他别的小弟 看澳大利亚看印度 都多坚决 跟在美国一边 跟如果印度完全切断了 对不对 那么台湾你要是当我的小弟的话 我要给你很多好处的话 你转手送给对岸去怎么办 所以说各方面 他一定要看清楚以后 他才能决定 好那我跟你讨论 这一次台湾的企业界也非常鲜明 电子业基本上是欢迎老美的 那台积电明显表态 可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有一些也还没跟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台湾这一次相对上有疑虑的 都是在中国有事业的 对 林伯峰是这样 因为他卖玻璃 他八成的市场在中国 对 赖正义是这样 他巴不得去开发13亿人口的土地 因为只开发那个韩币楼 太少了 再来王文渊也一样 王文渊他们也担心 Ecofa 台湾的那个硕化产品 影响到关税 固然台数集团在美国有设厂 可是他相对更大的比重 是输到输出到中国 所以台湾有一些业者 特别是传统产业业者 确实相对依赖中国的程度高 但是电子业者也并不一定 电子业者像台积电这种 没有华为订单 他照样获利创新高 可是台湾有一些 电子业者的零组件 或者营收或者供应链 也是在中国市场上 所以你的观察是 事实上台湾这一些 也都还没有整对 还没有调整 所以说川普他喜欢强人 就是说蔡英文 你如果说有本事的话 就是国内美洲问题 你能摆平 然后这些都和中国打交道 你如果设防火墙 跟我们做生意 跟那个完全不分开 你把这个都整顿好了的话 我们再跟交往 否则的话 你左右逢源 又想拿我好处 又想拿对岸好处的话 这个我还要观察 好 那所以台湾社会 要有这个认识跟理清 那我再请教你 卡克另外还有一个行程 他看李登辉 告别李登辉 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也包含申习了 那所以告别李登辉的 这一场 这一个政治上的悼念 事实上也是重量级的成员 对 对于这个 这个李登辉 这个我个人认为 这次台湾政府处理的 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说 比如说孙喜昂再来 我想孙喜昂对他的负担很大 因为他上次认为 那个到台北宾馆 那次调研是 就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他自己念到此也是 说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友谊 非常遗憾的 这是我们确认我们友谊的最后了 这个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又来了嘛 对 所以说就是到底台湾是 现在八月份有一个调研 九月份有一个追思会 十月份有一个国葬 到底哪一次请外国人来 到底怎么办 这个到从头到尾都一直是很混乱 一直是弄不清楚 包括我认识很多的日本政治人物 包括日本很多才界的 跟李登辉有四十年友谊的大老板 他们说愿意去台湾隔离十四天 想参加台湾的这个李登辉 不管是哪一个有出席的 但是我一直在问 大家说一直说没有定 没有定 可是明天有一通啊 没有定 一定赶不上明天 那你赶不上啊 对 三四天前确认他们还没有定啊 所以那明天这个定位 和十月七号定位又有什么不同 到现在还没有回答 所以说好容易是台湾一个 像国际社会上 对那悼念李登辉的一个机会 但是说或者也许怕中国 也许是有各种各样原因嘛 所以说很多这个都耽误了 而且孙喜郎的话 因为第一次是他来 第二次日本不能降级啊 所以找到原首相还是他嘛 所以他喜着肾又来了第二次 所以说这点我觉得 说不定十月七号又来第三次 也不一定 对于一个喜慎老人来讲 这样子一直cue他出场 很辛苦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事先沟通好 事先都指明好 然后让大家就是说 能来的就来 不能来通过视讯 通过别的方法 G2S 应该全世界 特别日本想悼念李登辉的人 非常非常多 真的 对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 弄得好像是 弄了三场 到底哪一场重要 哪一场是我们可以参加的 到现在还弄不清楚 好我们稍后回来 对啊